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就是礼价是继续上涨 预计礼价会涨到18万一顿 第三个就是供需矛盾不平衡 供给端不管是资源还是礼盐也练场 那么生产企业的库存低 而下游都是处在大幅投胆周期 这个就带来了对礼盐提前备货的一个需求 供给端不足 需求端就得不到满足 供不应求了 所以预计下半年礼盐供需会越来越紧张 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也是有道理 但是如果说基本面能够反映出市场的一切 那炒股票真的就太简单了 前道承认礼店的行情并没有完全结束 有所反复是正常的 就算是个别龙头股 再拉两个板可能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是对于礼店目前的估值到底高不高 市场上从来都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这里前道不想就估值问题 继续无意义的讨论 前道只想提一提旧事 吉利街以前的伤疤 连前的时候机构抱团股是给炒饭了天 那为什么机构会抱团呢 原因有几个 首先第一个 因为A股嘛 虽然有四千多家丧属公司 但是呢 拿得出手的好公司 也就这么几十家 那各大基金你不管怎么选 也就只能够就的这个几十家公司来买 自然呢 也就形成了机构抱团的现象 第二个呢 基金经理的考核标准啊 它不是说给客户赚多少钱了 而是看排名 就是在同行业中 排名越靠前的 会越受到弃走 你要想排名靠前 当然要选择最热门的题材去压住了 压对住的 那来年可能会管理更大规模的产品 但是你要压错住了 排名靠后了 那基本上 来年这个饭碗 都有可能保不住 所以呢 拒绝抱团呢 基本上就等于是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了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过完联以后 市场刚刚开门 有一批新进的鸡精 手上抓的大把的银子 什么事都不做 一股脑的全部杀进去 已经 当时已经处在相当高位的那些包团股当中去 结果呢 就是一拨啥固执了 上来就给掏牢 二三十个点 所以市场上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散户 在散户没有大规模接盘前 几乎都不会有多少人 给机构包团股上控的 少数的几位 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排名压力了 或者前期抱团抱的比较久的 已经从包团股当中出身的 前刀在这里呢 旧式从提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也并不是说在这里畅空理念 前刀呢 只是提醒广大散物 理念是在上脏 但是光伏也在涨了 充电桩也在涨了 汽车整车也在涨了 新能源概念今天几乎都在涨了 所以呢 咱们眼睛里面 不能够指定了一个理念 并不能够说 因为理念上脏 才带动了其他新能源上脏 而是因为什么 是整个新能源概念在上脏 所以理念呢 才会借着这口风再来一步 所以这个逻辑咱们要搞清楚 那么至于未来 理念究竟能够走多远 咱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但是呢 有一句话叫做 高处不胜寒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 散户的还是远离好一点 同样是新能源 光伏 充电桩 最起码估值 比理念要低很多啊 下半年 行业周期紧急度 同样是伤心的 所以个人认为 从操作的角度来看 起码比理念要安全啊 还有 七月份 其实市场的操作主线 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 无非还是白酒 医疗新能源 这些连钱的报团骨 再一次全土从来 尽管还是报团 但是此报团 非比报团 跟连钱的报团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团 跟连钱的报团 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连钱都知道 都是抓着几只 核心大白马 往死的报 现在呢 是轮动着报 钻着圈的报 而且呢 报的标的也改变了 连钱呢 就是极致一线核心 龙头白马 现在呢 是一堆二三线 极有股股 风格呢 在迅速的转换 此消彼长 所以啊 咱们不要一看见市场上 有一些机构 敞多成板块 就什么都不考虑 一股脑儿子往里面有 高位 如果还有大量媒体 敞多拼命造势 目的到底是什么 咱们不知道 反正是见仁见智 但是呢 大家要清楚 股市 它是不产生财富的 股市 只不过就是 财富的白米公 我是钱道 观众我 钱道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故事的音乐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